男主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者 当他偷摸去厕所偷看时 还自信满满的以为妹子没有发现他 原来男主云影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者 每天就是待在房间里面练习暗杀 因为无聊的他只能这样把他时间 没有任务的时候无聊的要死 这时他身后突然来了一个人 他急忙起身查看是谁 原来这个男人是云影的上司 是个中人 作为下人的云影完全没有察觉到他的气息 男人看他这么闲便说 最近有许多忍者没有任务 也找不到工作就叛逃了 云影急忙说自己是不会那样做 他却说像他们这样的人是逃不掉的 只要被抓到就会处死 这时他把箱子交给云影说这是他的任务 没反应过来的他急忙拿出印 印上自己的轮子后签收了这个快 男人却说他们云影一族也是没落 这时云影沉默不语 男人走后他才打开箱子 发现里面有高中制服 以及一件连帽外套 他把外套穿上以后才知道 这样他就更像一个忍者 然后他又打电话给学校 知道这是要让他潜入到这所学校 可是刚刚接通电话 他就立即把电话给挂掉了 因为转学通常是由父母来处理 差点暴露的他不知道此时应该怎么办 突然想到了这栋楼里面还有一个女人 可以假扮他的母亲 于是来到楼下找他帮忙 不过此时他却在厕所里面 并让他帮忙拿一下纸 但是为了请他帮忙云影 只好答应下来 磕得醉醺醺的窗户 让他进来后不要偷看 于是云影就戴上帽子准备进去 结果下一秒被看完的窗户就扔破鞋咋他 好在最后他还是帮忙打电话给学校说明情况 云影也十分的胆谢他 他就跑到隔壁家里面拿了几罐披酒 窗户没想到他的房间竟然和隔壁连在一起 云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 不过多亏如此他就不需要买云香了 窗户说他这么大了去中学不会被看穿吗 不会云影就把窗户送回房间 看着他那诱人的身材蠢蠢欲动 结果啥也没做把空酒瓶放在他这里 这时隔壁的大叔也回来了 云影回房间后急忙躲了起来 第二天大叔找到窗户说他把自己酒都喝完了 窗户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大叔说他要报警叫警察 窗户这时不甘示弱说那正好 他也要跟警察说大叔偷了他的内部 两人就这样吵了起来 此时云影却在隔层里看小电影 潜入学校不久后云影接到了任务风支 学校潜伏的还有其他三名忍者 探似斯文的长发男 喜欢布娃娃的小正台 戴口罩的金发美女 云影说要对付敌人 为什么要在一览无余的屋顶上集合 长发男说因为这样的叫帅 小正台这时说敌人也在对面楼上 云影吐槽着敌人也是笨蛋 他们是隶属于后生劳动省掩护工作二客的人 一群被称之为掩护的人 这时云影被对面肤白貌美的妹子都吓到了 所以他要去挑战他们的老大 因为他脸上的妆容就说明了一切 云影翻过布兰跳了下去 妹子见他要挑战自己也跳了下去 云影这才明白上层的目标 就是被称为掩护的他们 这时两个中人在车上谈话 说有三人都是他们的下属 唯独只有云影的来历不明 因此他还专门调查了他 发现他几乎一整天都在公寓里面啥也不干 还时常潜入邻居家偷吃偷喝 不过给他送快递的那个中人却说他非同一般 男人不是变态 只是真的很爱 就把妹子的赵子往身上带 不过这一切都被男主发现了 问他为什么穿穿户小姐的赵子 男人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 于是他就说这个问题一边喝酒一边聊吧 并指出男人藏在柜子里面的梅子酒 男人不解他为什么会知道酒藏在那 男主之所以了如指掌 是因为他是一名忍者 至今为止 尼洪国的人者数量高达20万 他们潜伏在各个组织中 秘密地监视着国民 世间还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这话让这外国人很是震惊 他现在迫切地想见到忍者 并加入他们 便四处寻找关于忍者的信息 这时他在电线杆上发现了一个标志 他认为这是忍者之间的暗号 就在附近查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暗号 结果看到一个禁止大小便的标语 他马上联系了自己的上级汇报了这件事 男人说这意思是切掉在墙壁撒尿的人的困难 还说他切掉两三根后 说不定就有人者找上来 于是他就听信了男人的话 心想成为忍者了 说不定他的女儿就能获救 这时川户也下班准备回家了 不过在路上却看到了一个酒鬼在路边尿尿 并且还对他说着一些变态的话 窗户却没有生气还说他是个秃子 走远时还发现有个外国人在这里 男人见目标出现也是直接走过去 第二天警察就把这里封锁起来 现场还有用血血的我要当忍者的字眼 到了晚上他又盯上这个大叔 他从包里面掏出大剪刀 然后偷偷摸摸地来到他的身后 虽说是任务 但握住别人的鲲把还是很恶心 男人就把这想成了关东煮 是由豆腐服带和德式香肠卷组成的 来降低他内心的恶心感 不过令他没想到的是 他剪掉的这竟然真的是关东煮 没想到他眼前这人真的是忍者 见到真正的忍者也是让他兴奋过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 对大叔发起了攻击 不过大叔都淋漓地躲掉 两者实力差距相当的大 不愚会外国人就被放翻在地上 现状打不赢他就掏出手枪击中大叔 大叔见他拿出手枪也是直接就 男人又是一发子弹射出 被大叔轻松地躲掉了 于是男人又急忙准备下一发 这一次命中了大叔的手部 不过他仿佛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男人也很是吃惊 就在他准备下一发子弹时 大叔利用衣服的功能 直接将上半身透明化 男人也是大吃一惊 趁他发呆时直接就逃走了 不敢相信这就是传说中的隐身术 而且自己的攻击也完全没有效 与此同时云影也发现了 偷穿窗户罩子的大衣 云影让他拿出藏起的酒来好好谈谈 大爷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知道自己藏的酒 不过现在的他也不好拒绝 于是两人便喝了起来 这时云影让他解释一下这件事 大爷说这是发生在两周半前 晚上回家的时候 感觉很是阴森抬头一看 这罩子竟然飘在空中 然后就用雨伞勾了回来 不过就在勾回来时感受到了奇怪的视线 就忍不住地向下看去 发现在墙缝中间有个人 他脸色苍白并且睁大了双眼紧紧地盯着自己 回想起来他还是忍不住打抖 这时云影说那是附近的学生在操作无人机 经常偷拍川户小姐的房间 大爷说他知道真相居然不告诉自己 直到最后大爷还是没有说他带罩子的原因 结果第二天云影也把罩子盖上 说这玩意果然不是用来穿的而是用来脱的 就当他想取下来的时候 他的上司居然来了 气氛瞬间就变得很是尴尬 当他极力解释的时候 上司却注意到了他的衣服 他走上前查看这衣服拥有防割以及防弹功能 更让他意外的是 这衣服居然是魔力之天4.0 随后云影便向他汇报了上司的工作进度 然后又给他安排了一个任务 那就是在三天内处理了 最近出现个人昆巴的那个人 上司走后他看向自己的外套 回想起那个老外看见他的外套也是愣了一下 看来这件事并不简单 说这就是新型的魔力之天吗 也只能让上半身隐身吗 然后他就拿起匕首向云影刺了过去 不料却被云影戳中双眼 不等他反应过来是云影抓住他的手 然后直接朝栏杆外跳了下去 女人的手直接被折断了 云影也是成功地击败了他们这群人 事后上司便问同伴见过魔力之天4.0吗 男人说没有那时只会出现在最前线的东西 回想起来那天左左摩就暗示过他 说到内阁总理大臣 为什么一直没有组织的最高指挥权 国内警察有29万人 自卫队有23万人 而忍者则是有20万人 并且有九成以上的人都留在国内 海外的人者也是回来处理国内的任务 为什么这么庞大的组织都没有受到国家掌握 这时中人说是幽恩 少年盯上隔壁大姐姐的罩子很久了 就在他伸手去拿屎 不过这一切都被隐身的云影看着 于是他便拿出电击枪 直接击中少年并瞬间爆发出十万辅退 少年直接给便晕了过去 由于没垫了他衣服的隐身效果也消失了 看来今后要谨慎地使用隐身功能 不疑会晕倒的少年就苏醒过来 不知道自己这是在哪里 便幻想是窗户大姐姐的家里 回过神来时 发现自己旁边坐了一个大叔 瞬间就失望透脑 于是他就准备起身离开这里 这时云影出现说让他不要乱动 毕竟才把头撞了 于是几人坐下正准备询问他时 窗户也找了过来准备和他们喝酒 并且把上次的酒还给了大爷 少年看着他这诱人的身材瞬间浮想明天 忽然窗户就问他是谁 少年紧张地说不出话来 这时云影说是他捡到了赵子宫特地送了过来 窗户知道后便感谢着他 就当少年准备走的时候云影叫住了他 让他帮自己寻找一个人 是个穿蓝色外套的金发外国人 如果找到的话就把这照片送给他 当然少年没有拒绝 就在他回家时遇到了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见识他便想要借他的无人机碗 少年没同意还说他家人是不是又不让他回家 这时他说如果能找到金发外国人就借给他玩 小女孩听后也很是开心 第二天两个小孩在垃圾桶捡到一个滑板 云影见状却说是他的 小孩当然不会同意说是自己捡到的 于是放出大招说用这个交换 两个小孩走近一看着人未照了 没能抵住诱惑的他们便同意了下来 得到滑板后云影来到屋顶上攻击 这时窗户却说他吵得要死 云影便邀请他上来一起玩 于是他带着两罐酒来到屋顶上 坐下一起喝酒聊人生 并了解到窗户在一次事件中失去了父母 云影知道那就是二人灾事件 这时窗户起身说要下去上厕所 结果再下去时脚底一滑 直接摔了下去 云影见状一跃而下 并且成功地抱住窗户 用自己当肉店成功地蹲下了窗户 窗户起身后急忙跑进房间准备叫救护车 不过云影此时却安然无恙 因为这衣服里面内置了安全气囊才没有受伤 与此同时小女孩也找到了外国人 并趁家里没人把他给带回了家 因为家里人不让他进入房间 外国人便问他平时睡哪里 他说自己不是叔叔的孩子 所以只能睡在这里 没想到这个国家也有虐待儿童的信息 很快小女孩就带着外国人找到少年 没想到他居然那么快就找到了他 在把无人机借给他玩的同时 少年也是将消息告诉了云影 很快女人也收到了这个消息 没想到外出办公的他正好在这个地方 于是他出来后踩上栏杆 轻轻一跃就轻松地来到了二层 外国人这时也注意到了他 然后直接朝他开枪 女人躲过攻击后扔出飞镳 外国人躲避的同时也掉下头去 于是女人脱去外套启动了隐身的功能 并扔出棍子发出剧烈的响声 成功地吸引了外国人的注意力 然后趁外国人不注意翻向 直接一招方箱脚踢在他的脸上 顺势再发射出电击枪击中他 没想到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做出攻击 一发子弹成功地击中了女人 外国人也是颤颤巍巍的装弃子弹 并且再次举枪对准他 这时女人知道他要射击自己的头部 想要用手挡住子弹从而改变弹道 所以自己时绝对不会死 就当外国人快要拍枪时出现一个男人